詠春其實是很好玩的,兩個不同的人第一次見面,其實都已經可以,大家其實,哪一家詠春都有攤榜服的了, 在攤榜服裏面,我們在玩盤手,這個叫盤算人家的手,就是看一下對方是怎樣,就是看一下他那裏有空洞, 和對方的力點好不好,從而在那裏拿經驗,其實就在那裏猜拳,其實我們在那裏猜拳,不是一定要對打的, 他現在大家只有兩隻手這樣去,譬如現在有時候可以,譬如玩到這裏,左手過右手, 我們崇武這裏,就是要左手右手都經常要撈亂玩到暈,就是兩隻手都要自由活動, 不是一定要打人的,放一放在那裏,看看你有沒有觸覺去擋他,他攔住他,不讓你上, 互相在那裏推遲,摸摸,看看你的觸覺如何,現在有些玩到左手靈活了, 左手就經常會去攻銀,摸摸摸摸,很多人經常都說, 你這樣摸摸摸摸摸,不打下去不是打的,我們是不是打的, 如果真的要打就流血了,所以大家在那裏玩一下,變成互相在搓插 因為一不斷不要離手,玩一玩就有邀馬力 若不然就變成自己走來走去跳一跳就吃虧了 譬如對方進來,你要救了他才可以還手 就不是無緣無故打一槌出去就沒有人了 又要反省一下為什麼對方會進來呢 這就是我們玩詠春的真水 功夫不是學了多久的問題 最重要是你有沒有玩 一則師,二則練,師父講了給你聽 你自己真是針弓來練,一定會有這個方式 被人摸得多都會反擊 一反擊,人家就會找個爭底頂住你的手 所以現在兩個很好玩,這樣起碼不會傷人 玩久了,要練力的就埋沙包、埋盛 要打的當然是打沙包,不是打個人的 因為平時大家夾著來玩,便會玩得很漂亮 但一對著別人不遷就你的時候,便會玩法不同 若果大家放遠來玩,你很多招式都用得到 但現在大家不放遠來玩,真實地玩,便不太容易 你看,由攤手怎麼斷綁手,他都要有一個方式 即是被人拿著頸,要怎麼解 是有一個方式解的,又不是真的要打對方 放兩點 現在很細心 出雲 全身 大家要來看看 貼上 其实拍镜会比较好一点 是不是 拍镜清楚很多 那时候那个做摄影 对啊 有很多不同角度的东西可以拍到